新冠肺炎 全球民眾對它有所認知之後 其實會造成相關的後遺症 比如說會有疲勞 頭痛 全身的肌肉痠痛 咳嗽 嚴重一點的話 可能會造成呼吸困難 肺部的阻塞 還有肺纖維化 持續性的咳嗽 那久了之後呢 就發現呢 會有一點點 在生活上造成了許多的困難 那到了診間的時候呢 才會告訴醫師說 那我最近呢 因為一直咳嗽 造成上生活上面的不便 那我們就會詢問民眾說 那最近有發生什麼的感染嗎 那民眾才會講說 喔我在什麼時候的時候 有得到了新冠肺炎 那所以呢 我們想要提醒民眾說 新冠肺炎現在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普通型的感冒 但是感冒之後呢 會造成許多相關性的後遺症 那這些後遺症呢 我們 不可以去親戶它 目前的研究看起來呢 常新冠的成因 可能跟其他的病毒的嚴重感染 像是流感 登格勒也是類似 是由於這個病毒本身 破壞器官 或是呢 因為感染產生了全身心免疫反應 過度的強烈甚至失調 所以即便康復以後呢 還是持續的存在 導致器官受損引起的後遺症 不過呢 新冠比起其他的病毒 它的後遺症影響更多人 而且呢 影響的時間更長遠 許多人在確診之後 會有一些常新冠的症狀 像是咳嗽 胸悶 頭痛 失眠 或者是會有一些慢性疲勞的問題 當症狀久了以後 其實對血管是不健康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久而久之 就會引發一些心血管疾病啊 或是心律不整 甚至一些心肌梗塞 心肌炎等症狀 除了心臟之外 也有可能會影響我們的腦部血管 也有可能像是引發中風等等的後遺症 所以在面對這樣的問題呢 那我們需要怎麼做 能夠盡量預防這些疾病 可以多建議從飲食及運動方面著手 沒錯 在新冠疫情期間 我們台灣可是防疫優等生 但是問題是怎麼會突然出現 所謂的免疫負債呢 而且還在台高足還了一陣子 那聽說好像還到年底差不多了嗎 還是說人有警訓呢 蘇醫師 對啊 其實這種免疫負債 背後的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個 因為我們之前戴口罩 戴口罩戴久了 其實好處很多 就是感染的機會減少了 感染機會減少了 我們身體就會慢慢忘記各種疾病 我跟流感最近很不熟 我跟流感病毒不熟 我跟呼吸道病毒不熟 我好幾年沒得 身體這種抗體會下降 群體上越來越少人 有這個抗體的時候 就很容易一得就大流行 所以免疫負債講的是這個道理 當然我們也不用 特意鼓勵大家去得到 所以如果在免疫負債的情形下 我們有兩種做法 一個做法 繼續守住 就把你的口罩戴住 這時候還是可以繼續 兼少感染 第二個就是 有疫苗的趕快去打 因為我們免疫力下降 這時候可以避免感染 又可以提升這個對抗 對抗這些細菌病毒的免疫的效果 就是靠疫苗 譬如像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或新冠的疫苗 或流感的疫苗 或者是 將來在呼吸道融合病毒 就張學友得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疫苗 也都即將要上市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多的疫苗 會不存在 所以這時候就會講一些 養生養肺的技巧 譬如說我不能 什麼都靠疫苗 其實蘇醫師也有講 有很多細菌病毒 到現在都沒有疫苗怎麼辦 我可以打的只有這五六種 可是剩下的幾百種沒有疫苗 這幾百種我難道就不得了嗎 這時候就要靠身體 自己的免疫力了 所以免疫力怎樣會好 中醫當然有講一些特殊 對 比如說像這裡 秋冬養肺的食物 聽說白色的食材 為什麼會說白色的食材 他說這是營養師提供的資料 就是說多糖體的部分 因為它可以促進什麼黏膜 傷口癒合提升免疫力 然後蛋白質可以修復肺部組織 維生素也是一樣修復黏膜 還有提升免疫力抗氧化等等 所以看到這些食材 然後這些食材看一看 好像真的是白色的比較多一點 請問這樣子的一個營養的建議 是可以採取的嗎 是可以 不過當然不一定都是白色 綠色蔬菜也都很不錯 我們都知道蔬菜 就是一個抗氧化的效果 不論你是要吃抗氧化的 這個青花菜花椰菜 或者是一些其他綠色蔬菜 其實都有抗氧化的效果 然後就會提升你的免疫力 因為台灣以前都說我們是肝病國家 腎臟病國家 可是當肝病越來越好 腎臟病越來越少 肺病越來越多 就飆上來了 現在已經變成 呼吸道疾病變成台灣的國病了 好 在蘇醫師的恐嚇之下 下個節目決定要去爬樓梯了 然後艾費次招也跟大家來分享 戒護緊篩 這些當然篩檢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很多 真的是要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其他的部分有沒有還要特別提醒觀眾 對啊 其實肺部疾病最重要的 還是我們第一個要避免 吸入一些髒空氣 去傷害自己的肺部 所以藉講的是戒菸 對 戒菸當然是我們最常見的髒空氣 但是其實最近也有研究發現 空氣汙染也影響很大 最近台大一些國際研究發現 好多人得肺癌 結果是因為空氣汙染 所以其實空氣汙染案 菸現在都很重要 就大家要避免這空氣汙染 然後接下來防護就是說 我們要避免呼吸道的感染 其實每次的一個 嚴重的呼吸道感染 我們的肺活量都會 往下掉 狂掉 我們很多病人 本來肺活量很正常100分 一個嚴重肺炎之後就剩30分了 拖著氧氣要過日子 所以這50年 該用50年的份量一次就用完了 所以這個直接變成用氧氣了 所以防護自己不要感染很重要 所以書醫師才說 免疫負債沒關係 口罩戴好也可以 所以注意一下不要被感染 這也很重要 警訊就是書醫師有講 有一些警訊 如果咳嗽很嚴重 咳嗽很久 咳嗽裡面痰變的顏色比較奇怪 或甚至有血絲 會喘 這就是一個要警訊 所以有時候肺部疾病 大部分會很嚴重 是因為台灣人很習慣 把肺部疾病拖久一點再來看病 所以常常都很嚴重 所以現在還是要呼籲大家 有呼吸道疾病了 能早點來檢查 拖到最後很嚴重的時候 其實有藥治療 但是肺活量都已經降到谷底了 這時候要救 都救不太期了 書醫師的話 大家一定要好好聽 稍後回到機關點 好 秋冬時節真的是呼吸道疾病 耗發的一個季節 尤其是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 都非常的辛苦 那打疫苗 是不是還是一個好的方法 防護力還是有幫助嗎 對 其實最近有新聞有講說 今年的流感特別嚴重 造成重症的死亡 是往年的好幾 比往年高 所以其實還是提醒大家 或許大家現在已經過習慣 這個防疫生活了 但是其實如果都打個疫苗 會更好 尤其是老人家 慢性病的患者 這時候他們免疫力已經很差了 然後若不小心 種個流感 或新冠都很容易變重症 現在剛好醫院也有鼓勵大家 在打疫苗 流感疫苗 或者是新冠疫苗 其實到醫院都可以馬上施打 也都不用排隊 可以對大家被肺炎 或者一些重症感染 都有相當的高的保護力 當然比不打的話好多了 如果你是年輕人 想說我戴口罩就好 那如果你是真是老人家 還是打疫苗 可能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 好 非常謝謝蘇醫師的提醒 同時也謝謝您的加入 我是莊凱文 我在T關點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再見囉 拜拜 拜拜